村长,刘浩存可真是资源咖,南虹都拿下了,白敬廷咋想的? 有消息说南虹最终定了白敬廷和刘浩存,虽然还没签字,但基本定下来了。 白敬廷这两天才因为恋情的事,口碑稍微有些翻车,而刘浩存本身路人员就差。 虽然现在比之前好点,但也没到彻底翻身的时候,两人在一起的组合,被吐槽得不轻。 不过据村长所知,南虹是给刘浩存递了本子,但他接的可能性不大,手上还有其他更适合的本子。 村长,丁宇熙是亚细了吧? 丁宇熙被扒在拍永夜星河的时候,中途去客厂《狐妖小红娘竹夜片》,引发亚细争议。 因为她是八月底禁足永夜星河的,这部戏到现在都没杀青,而同期在拍摄的《狐妖竹夜片》却杀青了。 其实这两部都是恒星的项目,她去竹夜就是友情客串几天,剧组也都提前协调好了,两边都不会耽误拍摄。 村长,陈小工作室有内建。 据粉丝不完全统计,陈小工作室近一周在抖音关注了通马桶的、买榴莲的、精品花艺的、生活健康类的博主、家政、美食、艺术、时尚全方位涉猎。 工作号完全是被当成私人账号在用了。 粉丝看到后纷纷开骂工作室,甚至自嘲工作室里肯定有对家的内鬼,这倒不至于。 这次完全是工作人员的锅。 陈小平是不管宣传这块的。 村长,有消息说那鹰被抓了。 真的假的? 那鹰疑似被湖南卫视山光镜头,不少人猜测他是出事了,还有消息说他在国外被抓了。 据村长所知,这个瓜不是真的,他目前人是在国外,但在那边主要是陪女儿上学家度假,不存在被抓。 至于山镜头,估计还是因为前段时间某声音的事,加上芒果搞噱头而已。 村长,想问问王鹤帝得罪阿威总监那事,有回转余地不? 删得快,鱼论没有彻底发酵,不过对他跟品牌后续的合作会有影响。 村长,我记得男红女主定的不是王楚然吗?现在真的是刘浩存了吗? 巨方一直想定的是王楚然的,后来资方就推荐了刘浩存,但是这部剧现在还是处于竞争机率期呢,最后到底定的是谁,现在都未可知呢。 村长,问问李一同私下和罗云西关系怎么样啊? 还可以,俩人算是朋友关系的,但是私下联系的不太频繁,偶尔会聚在一起吃吃饭什么的。 村长,想问一下于书欣和小鬼有没有可能啊?感觉于书欣会是小鬼喜欢的类型。 没什么可能,俩人私下只能算是认识,一点联系都没有的。而且小鬼应该不会喜欢于书欣这种类型,小鬼大多数的前任都是比较有个性,欲解那种类型的。 村长,我想问一下白鹿曾经是不是喜欢过王一伯的?两人在一起过吗? 你怎么会有这种错觉呢?两人私下一点交集都没有的,唯一一次就是合作过综艺而已。 两人私下根本不熟的,没什么故事。